那么接下来呢 来扩展一个小节的内容啊 就是跟大家说一下 咱们怎么去做这个远层登录 因为有同学呢 对这个小一双呢 是比较讨厌的 包括现在还能看到 有同学还开着这个 开着这个Linux的桌面模式 为什么开着 就是不想看命令行是吧 其他呢 买所有这个也不例外啊 有同学可能也想着 那我什么东西都通过命令行 来多变腻玩是吧 其他那咱们现在呢 教大家一个不通过命令行的方式 那就是通过远程管理的方式 一买SOCAL的远程管理工具 那么在远程管理工具这里面呢 买SOCAL的常用的远程工具呢 分为两类 主要呢两大类啊 两大类分别是 第一类呢 我们称之为叫BS架构 第二种呢称之为叫 CS架构 那么BS 什么是BS 什么是CS 所谓BS是指 BS呢是指 B呢是指浏览器 B是指浏览器 然后S呢就是指 Sover 是指服务器 也就是Sover 是指这个应用 那你必须通过浏览器 才能去访问服务器 这种形式我们称之为叫BS架构 那么什么是CS架构 CS架构就是刚好 就不是了 那么这个C呢是指客户端 然后S呢还是一样的 是指服务器 举个例子啊 哪些东西属于这个BS架构 哪些东西属于BS架构 例如 百度搜索这个应用 百度搜索这个应用 这个网站嘛 它也算是一个应用嘛 百度搜索这个应用啊 它呢就属于BS架构的一个软件 这是BS架构的啊 然后呢下面这个呢 例如CS的 那比较多的太多了 我们桌面上 只要你在桌面上能看到的 像这个QQ啊 然后 然后这些呀 发Fox啊 这些都是属于CS架构的 对 游戏也属于CS的啊 对啊 都是 都是啊 那CS就是指 例如QQ 还有呢 我们电脑端的微信 对 电脑端微信等应用程序啊 都是CS架构的 千万不要把它CS搞混在一起啊 那么CS那个呢 那个是一个游戏啊 跟这个没关系啊 这是这两个 那么在这两个大分类里面呢 MySQL都有一个典型的工具 那比如说在BS中 那么MySQL有一个远程工具 有个典型的管理工具 这个呢叫什么呢 叫PMA 前写啊 全称叫什么 全称叫 PHP MyAdmin PSP 那么这个呢 是通过PSP写的啊 一看这个名就知道 PSP写的 PSP写的一个远程管理工具 PSP写的一个远程管理工具 长什么样子呢 我搜一下 我记得之前给同事搭过一个 MySQL的一个 data bass点 哎 bass点 看了不是了啊 MySQL data database 那我们就是 database 也不是 那就忘了啊 不知道地址是啥了啊 以前帮他搭过一个啊 他那个界面的话 我们可以去网上搜一下吧 自己没搭不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人家的界面 PHP MyAdmin 网上应该有很多的这个网址啊 看能不能找到 光光看没什么意思啊 我们想看登录界面 有没有哪个地方有登录界面的 download downmission 哎 就应该就是他 哎 就是这个界面 啊 这是哪个网站呢 我也不知道啊 我看这个就像 就是这个界面啊 这个呢 就是 PHP MyAdmin 那个登录界面 那么需要输入用户名 密码 点击执行之后呢 他就能够进入到后台 这个后台里面 我们能做什么操作 能做 基本上 所有在命令行里面 都能做的操作 只不过这个时候呢 他是通过浏览器来进行访问的 你必须要先用浏览器 你才能去 做这个源头管理 这是一个方向 类似于这样的 那我们把这个图呢 给他解一下 有没有密码呀 有密码啊 万一他允许 另一面登录 大家进去看看 那万一呢 他真叫root呢 是吧 root用户肯定是有 密码万一就是123456呢 不对啊 有的用户 他就喜欢这么搞 123456 这是一个 这是BS端的 比较典型的一个工具 叫 PAPMyAdmin 那么除了BS端呢 那么还有CS端的 CS中啊 比较典型的 典型的这个管理工具 那么这的话 有叫NAV NAV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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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MySoCal公司 自己出的一个 叫MySoCal Walk Walk WalkBranch WalkBranch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名字啊 叫MySoCal的一个 工作分支 但是这个软件呢 说实话 我不建议大家 因为我装过一次 这个软件几百兆 太大了啊 你说管理一个数据库啊 也结果装的这个大小 比数据库资深多大 犯不着啊 所以这个呢 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 就可以了 是MySoCal自己官方出的 一个管理工具 如果有同学 大学以前用过 这个Sucker Server 那么恭喜你 MySoCalWalkBranch 就和Sucker Server 感觉一模一样 太大了啊 真的大了 所以不用它 咱呢小巧一点 用它就行了啊 这个就比较好一点 NAVCAT NAVCAT长哪样子呢 NAVCAT呢 就长的 就是我桌面上这个 就这个 这个待会儿 下课之后 我给大家发一下 我这个版本呢 很好 全能版的 它不仅仅能连买搜口 今天上午我们说的一些 分支它都能连 就是一个版本通用 如果有同学 从网上下了一些 其他版本的话 你的装好之后 你的颜色可能绿色 绿色的颜色 那么绿色的话 你只能连买搜口 你其他的连不了 所以这个好一点啊 这个是专业版的 那在咱这个 大中华范围内 没有什么软件是 花钱的 都是开源的 并且免费的 这个软件装好之后 待会儿我们就可以进行远程连接了 那么远程连接的时候 接下来我来带大家去看看 怎么去做这个远程连接 那么首先得确定一件事 3306这个端口号 是不是开着的 那么我们为了避免 3306这个端口 被防火墙拦着了 我们先把防火墙给它干掉 等到后面呢 大家具体学习了怎么去添加防火墙规则之后 你可以再把防火墙给它加进来 这块我们先给它干掉 叫ServiceIPTablesStop 先清掉 清掉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再来看一下什么呢 再来看一下我的IP 如果你要远程连接 你的IP比得值的啊 140 怎么连 点错了 点到用户上去了 卡了 哎呀 关闭啊 结束 打开了 连接 Myself 连接名 连接名就是在左侧写写的 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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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这个 就和我们这个地方是一样的 左边这个啊 所以连接名写写什么都行 只要不重复就没关系 那我的地方就填这个了 主机地址 也就是IP地址 也是这个 账号是不是root 我们就是一个吧 密码 散过来 不是没有权限 不允许远程登录 为什么不允许 前面我们说过一句话 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啊 对啊 就是这句话 你不管选y还是选n 它都不允许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问题给它解决掉 把这问题给它解决掉啊 回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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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干掉啊 你干掉它 你买这块想不想要了 把它给干掉啊 这个nevercat长这样子啊 长这个图标啊 把它写个图 嗯 行 那么要解决的问题呢 要 哎 解决的问题 就是允许 买SOCAL 远程 登录 啊 那么远程登录 目前来看应该是不允许的 否则呢 它就会报类似于这样的错 类似报这样的错 那这样的错的话啊 它就 不行了 哎 这时候呢 要处理一下 那这边呢 我们回到这块这块来啊 先来 登录一下 然后 use use mySOCAL 去买SOCAL数据库里面 去买SOCAL数据库里面 那这边呢 我把对应的命令呢 在这地方写一下啊 第一个步骤 A步骤 我们先呢 进入数据库 选择买SOCAL数据库 啊 然后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呢 执行一个 SOCAL语句 执行 SOCAL语句 怎么写 SEOECT select 不能新啊 新太长了啊 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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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er from user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从用户表里面去做查询 查询什么 查询主机和用户名 啊 我们把这个命令执行一下啊 SEOECT select host 或者说 诶 逗号user from user 至于这个host和user 谁在前面 谁在后面 无所谓 谁在前 谁在后 无所谓啊 都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这么样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就是我们当前这个数据库里面允许登录的用户和他允许登录的主机 127.0.0.0.1 本地登录 是吧 然后 Logalhouse是不是也是本地登录啊 运维是不是我们本地的基层基民呢 那这样来了 我们现在他算远程登录 有我们远程的IP吗 没有 所以他不允许远程登录 就是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我非得要远程登录怎么办 不用加了 加你就创建 创建条记录了 这个加不好加 因为他在这里面不仅仅是只有这两个字段 他还有其他字段 比如说 Pas Word 你要更改啊 你看这里面多少字段啊 你再决定改不改 给你看一下 你还决定要改吗 改肯定要改啊 但是肯定不能新增 因为新增的话 后面这一堆东西 所以不要新增了 那我给大家建议就是 你选择上面选一条 然后在里面改就行了 把其中的一个 host 改一下就行了 不要再新增了啊 你新增太麻烦了 后面还有这一堆东西呢 不要新增啊 那这一块呢 我们选择修改 选择修改 这三个改哪一个 那我比较建议大家的是 改这个 改运维 为什么改运维呢 因为以后我们这个FQDN是不是可以改的呀 但是说以FQDN我们改 其实改的只是服务器的 跟MyScore有关系吗 MyScore这个没有关系 那MyScore这个FQDN怎么获得的呢 它是在安装的时候读出来的 它读到安装时候的 那万一以后我们改了 它的地方是不会改的 那不会改的话 这个就没有用了 所以我比较建议大家是 直接改这个FQDN这个就行了 把它改了 那怎么改 第三步操作 将其中的一个host 一个记录吧 一个记录的host值 改为特殊符号 百分之号 不是新号啊 不是新号 很容易理解成新号 因为新号表示任意嘛 不是新号是百分之号 表示可以允许任何地方登录 行 那么问题来了 修改怎么修改 updata 大家说我来写啊 updata user 然后后面是 set host 等于 百分号 然后后面呢 way啊 host 等于 哎 对 运维啊 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思考语句 意思就是 我需要去更改这张表 然后我要设置 host 这个字段的值 等于 百分号 当然如果说只读前面的话 那是不是没加条件呢 没加条件是会三个都改了 是吧 但是不行啊 然后后面的话 我来允许host等于运维的这条技术改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一定位就定位这条了 哎 然后改了就行了啊 执行成功了 执行成功之后 我们再来检查一下 没问题吧 啊 没问题啊 行 哎 那这个效果呢 其实我们已经达到了啊 现在已经达到了 然后最后呢 还剩一个最重要的操作 我们现在已经是强制更改了用户的信息了 对不对 不要忘了一件事 刷新权限表 或者 重启买 稍考 二选一 选一个 刷新不会是吧 那教大家怎么刷新啊 刷新权限的命令 叫在买SOCAL 这里面就执行 然后呢 FLUSH 后面呢叫PIVI 那长太长了啊 那个单词在哪呢 在这个今天上午我们讲这个 呃 初始化这个位置啊 就是它 就是它啊 太长了 不是 那个REOD只是汉字提示 注意加个S啊 就这个命令 这个就表示刷新权限 你刷新之后 你就不需要去重启了啊 Curl是OK 直接贴进来就行了啊 这个就表示 重新的去刷新权限 那么重启就不用说了 重启就是 Servis MySoCAL D Restart就行了嘛 两个都行 任选一个啊 当然建议大家用这个 这个比较简单 不需要重启 行 设置完全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需要做验证了啊 那现在 找到 那边看的 我是不是没关呢 OK了吧 啊 行 OK 看到连接成功了 那么恭喜你 现在已经可以远程登录了 啊 这个是 第一啊 然后E啊 就是登录成功 NVCAT啊 NVCAT 登录成功 连接成功 行 连接成功之后呢 这边呢 我们就确认 然后确定 这边就出来了啊 21.140 打开它 Test 表 Mobile 都出来了吧 现在看的这个 是不是很爽了 这里面能写测告一句 两种方式 第一种 点击查询 新建查询 然后 SECT Select 新号 from 出来了吧 能不能按Table呢 试一下啊 比如说 show 他不用你按Table 他只能在上面有补权了 比如说 data 是吧 这个和编辑器有点像 和那么 之前的那个 SovLam有点像 是吧 这是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方式 他支持纯名领航的 你像我们这地方 这个其实不算 纯名领航的 纯名领航的 按快捷键 F6 F6 我这地方开了这个录屏软件了 所以快捷键也是F6 这样的话导致冲突了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F6 我这地方就不去按了 因为这个F6我按不了 按F6 就会出现一个命令行 但这个命令行 不是黑底的 是白底的 是白底的一个命令行 就类似于这个效果差不多 然后你输入之后 它也会和我们这个小黑窗 是一模一样的 和小黑窗一模一样的